各位 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新一期的大城小里 我是明光社生命及管理研究中心的義務研究主任 Michael 看回生命倫理中 講了很多這些題目 由大城小里這個節目出現 一出現 其實就是講瘟疫疫情的城市如何發生 兩年 足足兩年 我們今期又繼續要講疫情的發展 大家知道這個Omicron變種發生了之後 全香港應該都說人心惶惶 繼續收緊那些 再可能都不收緊的措施 現在說兩人限聚令可能又收緊 不知道收緊到可能只有一個人 或者半個人 我們都不知道 然後又要安心出行 又要打疫苗 但是那些制約設施 其實有些情況就像什麼 就像你一直在驗人 但是你又不去避孕 然後中了招了 但是中招和驗人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就是你打了肚子和驗人沒有關係的 又或者 好了 你真的中了招了 怎麼辦呢 我們看到政府經常出的訊息就是 你一定要隔離 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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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天你就會好起來 實際上不是的 大家都有傷風感冒的經驗 其實你是要醫的 那怎樣醫法呢 醫院又搞不定 太多人 要是大家已經看到 它再這樣爆發了 而且你去到真的睡街了 醫護人員實在是很辛苦的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我們香港政府 基本上就沒有給到任何對策 給大家去怎樣應付這個情況 那我們就要問一下 究竟我們可以怎樣做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 看回政府裡面說 即是上代入院人員的設施隔離人士的事情 它只是教你 你留在房間 關上門 第一 香港那麼多人都有兩間房 幾間房 幾個廁所 那怎麼辦呢 不睡在自己的房間 那怎麼辦呢 睡街上 又或者有什麼症狀呢 就打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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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只顧著留意身體狀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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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什麼都沒有說,他只是說防疫 問題就是,我現在已經中招了 除了防疫之外,我是不是也要學習一下 如何去打理自己,去打敗這個疫情呢? 所以這就是我們發覺需要去問的一個問題 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去做呢? 這就是我們經常都要去問的情況 這樣政府好像不太能教我們 我們唯有自己去自救 怎樣自救呢?我們去找一些可行的意見 我們去看看,究竟可以怎樣做 所以可以去看看 第一,講到隔離 其實大家都很熟悉的 隔離你就需要自己一個緊閉的空間 空氣不要過分流通 自己一間房間這樣 共用廁所要消毒 例如用完之後 家人其實是要戴一些比較強力的口罩 例如N95、KF94 共用廁所的話 記得用漂白水消毒 不是用火酒抹就算了 包括有手觸碰過的地方 即是你去廁所那些當然要充試 然後就是手觸碰到的 例如水龍頭、充水制、廁所板、門鎖 這些全部都是手觸碰到的 你都要用1比49的漂白水去消毒 另一個相信很多人都不留意的 就是抽氣線的問題 其實你看到很多垂直傳播 隔離鄰舍傳播 都是天井的問題 天井是因為 被困在大廈的凹位 或者可能是黑刺的問題 很多時候就是共用喉管 或者空氣不流通 病毒就很容易互相傳播 高中低層也會有 當然其中一個就是你關了一槍 但是關了一槍你也要抽氣 香港很多的廁所 其實也是有一個情況 就是你有廁所又有抽氣線 但是你開抽氣線 你又關門 其實那些氣在哪裡抽出來呢 可能就是會在你的廁所 渠位 那些U型渠位 你有沒有倒水 那些情況 就是會抽氣出來 所以其實開抽氣線 是有一個小小的 不可能說是秘訣 不過只是小小的常識 要知道就是 你開了抽氣線 要開回廁所門一點點 又或者你的廁所門 如果是有一些山格 即是疏氣山格的設計 就有那個疏氣山格設計 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普通名次 即不是黑次那些設計的話 開抽氣線的時候 記住要開小小門 讓空氣在單位裡面 抽出去外面天井 而不是關門 如果關門的話 你會很容易抽到廁所 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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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烏氣 就會抽到你的廁所裡面 這就會是一個非常不理想的情況 好了 還有什麼問題 其實就是 量度血壓 量度 血氧計 這個其實也是很少人說的 但其實現在是肺炎 所以這些其實是應該要說的 但是不知為什麼 香港的醫護 好像醫護管局那些 就不多說 只是叫你 好像只會檢查檢測 就好像會好 其實就是應該要去看這個 量度手指 其實如果有任何人 你進去醫院做手術 你都試過夾手指這些東西 通常量度血壓 夾手指一定有 血氧計 低於95 你就要去找醫生 這個待會會給你看 有資料證明 雖然大診 我不是一個醫護專家 不過這是有專業證明 93 就要小心 我比高一點 95 你就應該叫醫生 因為正常人是199 這樣 其實說到最後 一個星期應該會 聽症的話就會傳遇 當然 建基於你有打針 所以現在也是要打針 大家還是要小心一些 大家要明白 現在是這樣的情況 說到這樣的資料 你說可以在哪裏找到 其實坊間就有一些很好的資料 做了出來 是非常好的 在哪裏呢 就是來自我們的英國 說你英國的東西看得不可以 是否準確 但其實英國東西 有時候它寫出來 我覺得就比較人性化一些 而且它說出來的資料 其實是可以執行到 這下是非常好的 我們就開出來看看 英國應該是怎樣處理 新冠病毒 或者Omicron 要處理的時候 是怎樣做的 我們開出來給大家看看 英國就是這個病毒 然後就是居家國客 在家居隔離期間 確保安全的重要資訊 這是非常重要的資訊 好了 滾下去看看 首先 你看到 其實它寫得很清楚 好了 留在家裡 當然 你說檢測那些 英國的狀況和香港的狀況不同 但是英國 無論你說它死多少人都好 但是它檢測的安排 是比香港妥善很多 起碼不用在球場排八個小時 五個小時六個小時 他們可以寄到家裡 即是免費拿 這是 大家都是對付疫情的準備 很明顯是高低立健 好了 在家裡 怎樣去做呢 如果不是病情惡化 其實你可以留在家裡 病情惡化 它有講指引 最重要是講什麼 其實有什麼病徵呢 例如 體溫會過高 例如38度 會發下燒 咳嗽 肌肉酸痛 胸痛 頭暈頭痛 你可能喪失美國嘔吐 或者出診 怎麼醫呢 這個 香港的資料 香港政府的資料 極少 有些坊間求診的 有講 醫生有講 但是其實 正認識識應該寫出來 因為大家根本就已經在家裡了 第一 食藥 沒錯 食藥 如果你是頭痛 肌肉痛 不舒服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食藥 食我們最熟悉的 即是破結色痛 即是那種 有必理由不痛的那種 那種 那種就是最普通 另一個布洛芬 其實香港 會比較少見一點 因為那個衛生署 不是經常開出這種指定藥物出來 即是不是一個認可的藥物 還有 坊間也有講布洛芬 他的副作用 胃出血的副作用可能多 亦都坊間有傳聞說 布洛芬對新冠肺炎的對抗 就沒有那麼好 既然是這樣 就吃Panadol 或者Panadomon 即是破結色痛 很多人都說 他搶光了 沒有光了 其實你不用請那種 必利什麼好痛的那種 破結色痛 是一種已經沒有藥廠 專門註冊的藥物 你去到任何香港的藥房 只要買破結色痛 就是普通頭痛發燒藥 是幾元 十元 有很多粒的那種 是一種已經沒有了專利註冊的藥物 是非常便宜的 還有 香港的藥房 只要是一間正式的藥房 是一定會有 沒有人會團職的 不需要害怕 不需要去搶 不需要那種 必利那種痛 不一定要那種 撲以色痛就可以了 其實是一種非常普遍 很可靠的 頭痛藥 發燒藥 唯一要記住的 就是千萬不要吃多量 因為吃過量就會很傷肝 真的有傷肝 看著藥量去吃 然後 例如你如果喉嚨不舒服 你就可以吃你平時可以潤喉的 就是琵琶露 或者喉糖 又或者我自己就喜歡吃日本的龍角散 這些都可以 是一些舒緩的治療 維他命B1 維他命C 這個大家都認識 如果有痰的話 你就吃那些化痰素 一些坊間的成藥都有 那我可能要劑量你自己調教一下 也是可以的 當然 雙風感冒藥 基本上你合適的 都是可以去吃的 還有什麼呢 多休息多喝水 喝水很簡單 喝到 你排出來的尿 是淡色的 就可以了 就是要多喝點水 多休息 還有 最重要就是講一下呼吸 因為呼吸都很重要 現在是肺炎 但是 肺炎怎麼呼吸呢 原來我們平時呼吸都很懶 但是 怎樣是一個好的呼吸 或者是一個怎樣的呼吸的練習 英國的NHS 有教你怎樣呼吸 大家可以看看 你應該怎樣呼吸 準備了 首先 如果你開了暖氣的話 先教你的暖氣 對 好 用鼻吸氣 大力 半和 然後口 按住 好像 呼吸 呼出來 坐直 人 坐直 人 坐直 人 放鬆肩 肩膀 放鬆肩 放鬆肩 然後身體向前傾 慢慢向前傾 這樣就是一個很好的呼吸方法 你說是不是很難呢 其實不是很難 但是沒有人說 其實你天天聽的衛生防護 那些各樣東西 其實現在是應該去教你怎樣 在一個疫情裡面 調適好自己的呼吸 自己可以好好的去看護好自己 這件事其實就是十分之重要 說了剛才那些 在香港的情況 通常都是很緊張 說怎樣隔離 怎樣不要感染 各樣東西 我當然這些是無可口非的 但是實際上 一家人 其實又怎麼可能只是說 你不要感染 怎樣隔離他 當然還有一些 例如剛才說 去廁所 你一定要用這個1比49去消毒 然後平時自己在一間房間 自己隔離 家人記住 戴一個比較高規格的口罩 即是N95 KF94 那些口罩 然後還有 例如吃飯 就不要一起吃 大家分開吃 患者應該是最後吃 然後清理垃圾 就包好 然後給家人處理 送外賣各樣東西 都是拿到家裡 送外賣的人不要入家 這些隔離的設施 這些都是很機械 很to do list 但是我們在說一些人性的事 因為人是一起住的 在英國的NHS的指引 我覺得有一點非常好 給大家看 就是你如何和親友保持聯絡 其實無論是患者 還是照顧患者的人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提議 他們是說一起住的 你要隔開 但是隔開之下 記得要保持聯絡 因為香港政府的資料就是 自己要隔∼各 隔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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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驗驗殺 但是你沒有人性的 就是 又不是說香港政府沒有人性的 是我們的處理裡面沒什麼說人性的事情 一起住怎麼辦呢? 要溝通 那你是不是見著口說 不是隔著門聊天呢? 隔著門聊天 問一下他 關心一下他 你知道香港人現在好像不喜歡說話 每次都WhatsApp Signal 打Message 他這裡就說 定期了解各下的情況 就算隔離 也可以通過電話或者隔著門 說話交談 就比發短訊息好 第一就是關心 大家是人 聊兩句話 大家互相支持 都是一件好事 第二是什麼? 其實很科學化 因為這樣就可以你聽到那位患者 究竟呼吸是不是變成困難 或者感到不適 對呀 他說話是不是 這個其實你是看到一個 一個非常好的指標 一個很好的指標 究竟他的狀態 好還是不好 說話是不是清楚 是不是精神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準確 他是不是情況差了的指標 其實 說到尾 大家都要繼續去應對這個新一波的疫情 很難避免地 就可能 要不就有家人中 要不就是你自己中 現在我們都已經去到一個 雖然說不可以共存 實際上已經是存有的一個情況 大家就一定要裝備好 如何好好地去打這場仗 不只是檢測 是要康復 是要醫好自己 是要戰勝這個疫情 是醫的 所以大家努力 加油